我覺得 我覺得悲傷他算是一個我們 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也可以就是再去 有不同面向的東西 以前在寫歌的時候都會比較 嚴肅一點 就是會覺得把 很核心 就是很內心的東西寫出來 然後這一次就開始寫一些 我覺得生活中其他小事情 某些就是生活中的時刻 就覺得好像也可以記錄下來 所以就開始 以就是買東西這件事 來做為一個主題 不太需要我的靈魂和溫度 我是因為黑色白色的黑色 因為天一無風 因為其實我們這一兩年 就是寫的跟路的歌都是很 你知道就是那種氛圍 就是好像就是很悲傷 然後要很低潮那種歌 但是他的確就是比較低潮的時候寫 所以那時候在寫的時候 狀態的確就是那樣 可是你知道時間會過 然後每次其實 從歌剛寫出來到 整個錄出來到發行 可能已經過了好幾個月 甚至半年以上了 所以有時候其實 歌發出去的時候 的那個當下 我們已經離開原本的狀態 所以這個時間走會被拉得很長 但是 歌發出去之後 你就要開始瘋狂的演出 然後 就是一樣會唱這些歌 所以我們算是 維持了這樣子的 氛圍 跟心理狀態 大概有一年以上吧 對啊 然後其實 久了之後 你就會開始覺得說 很想要轉換一個心情 因為 雖然說每一場演出都很有趣 可是其實 反覆就是 重複一樣的事情 多少次會有一點批發感 然後又會覺得說 一直很想要去打破 就是 聽眾跟觀眾 對我們的既有印象 就是會想要去做一些 讓大家意想不到的事 對 其實現在都是日常 我們不可能每天都在哭泣 對 我們不可能每天都在哭泣 然後都在這樣 所以就是想說 讓大家看看我們私底下 或是平常裡面 不可能每天都來 還聽說 要不可能每天都去天都是 沒有 現在 觀眾也在翱旅上 秦輪的 還有其他 種類初代 誰 是 有 假的 此生 我的天 我 覺得 喔 我一見 沒有我自己的節奏在 你們節奏就很多 那我的節奏呢 就沒有 這樣子 好樂團2019年底大巡演 至少我想感同你的身受 第一場12月21號高雄Sparrow 第二場12月28號台中Legacy 最終場明年2020年1月4號在台北Legacy 剛好是她生日 再過兩天就是她的生日 對6號是我生日 沒有人在 你在Win的事 如果你想要現場看到 蔡哥跟小柚的音姿的話 就要來巡演找我們 那天還有很多沒有試出過的歌曲 對 還有新的周編 新的編制 還有味道可以聞 對 好 一定要來喔 好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